詞曲 李宗盛 我最早面對VR這個形式的時候 覺得VR它很適合讓人們去經驗或體會 不曾經驗或體會過的場合場景 寫了這個故事說 有個年輕人他去應徵 然後一直不斷地被辭退辭退 那透過這個辭退我們去看到 他每個被辭退的那個現場 那如果是這樣子我大概就得 設法讓他在一些比較特殊一點的現場 就像今天提到比如說高空洗窗 養蜂人家養雞場 讓觀眾感同身受的時候 覺得新鮮一點的這種現場 我覺得我自己其實有一點聚高 所以那個高空對我來講蠻有感的 因為我們先去做過一次簡單的測試 把圖給封在一起去做一些確認 我上次去看就看到這個現場的時候 我馬上就流手汗 好玩的地方就是 我一直在開玩笑的 大家問我說拍VR VR現場是怎麼樣 我就會說 VR現場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我拍那麼久 我也不在現場 我一直被趕走 所以我也沒看到現場是怎麼樣 但是開玩笑了 我們知道現場是怎麼樣 只是這個經驗是特別的 這次的幾組演員我心裡非常的滿意 而且非常的喜歡他們 那說他們完全素人不夠精準 他們其實都有一些 多多少少有一些表演經驗 我希望他們看起來的樣子 蠻有說服力 我們的職場都其實蠻傳產 相對這些老闆們 就要非常的藍臨 非常在地 我覺得他們都很像 跟那個職業都很像 我也之前擔心 他們在現場自己一個人 面對一個黑色的圓球的攝影機 會有一些不適應 所以我們都先做排戲 之前就每一組都要先做排戲 就弄了一顆黑色的一個球體 叫他一個人在那邊對著他做表演 回頭看應該這些排戲有一點幫助 我認為它是未來的一部分 現在除了VR也有很多的 比如說AR也在走 也有一些體感的事情在加入 我覺得對於下一個階段會是什麼 對於下一個可能是什麼 你是帶著歡心的心情 就很容易去創造的出來 太過浪漫都無所謂 都比太過不浪漫來得好 我覺得